美女乔伊被老尼克诱拐,囚禁于房间七年 在第二年,她生下了儿子杰克 在无穷无尽的绝望和迷茫中 儿子杰克成为乔伊活下去的唯一勇气 杰克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个房间就是她的世界 她只有一个天窗和一台电视来让她了解外面 每日起床,她都会和房间里的家具朋友道早安 她渴望有朋友,不存在的狗,一只蚊子 甚至偷取她食物的老鼠都让她感到兴奋不已 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乔伊努力让杰克健康成长 也努力让杰克不觉得无聊 她给杰克做简便的玩具,给她讲睡前故事 带她做一些伸展运动 每当老尼克来,乔伊会把杰克藏在衣柜里哄她睡着 杰克总是装睡,看着黑黑的衣柜 听着外面床板吱吱压压的声音 还有压抑的喘息声 用天真去试图理解两人在干什么 这天,老尼克和乔伊因为失业的事情大吵 衣柜里的杰克担心妈妈发出声响 被老尼克发现 老尼克想见杰克,被乔伊死死拦住 老尼克只好生气离去 第二天,老尼克把电断了 两人只好穿着厚厚的衣服预寒 听着杰克讲的故事,乔伊重新升起对自由的渴望 他决定告诉杰克一些真相 年纪尚小的杰克无法理解母亲所说 他害怕去接受这些陌生 所以他选择逃避 母子俩也因此大吵一架冷战起来 杰克不愿意母亲疏离自己 更希望母亲可以开心 他看着天窗试着去接受理解母亲所说的外面的世界 乔伊很高兴杰克接受 他开始制定逃跑计划 他让杰克装病逃出去求救 但这个计划失败了 乔伊只好制定下一个计划 他让杰克装死 在老尼克带杰克出去时 要车向别人求救 他一遍遍地教杰克如何逃跑求救 事情如计划般进行着 老尼克将杰克带了出去 这是杰克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 他迷茫又兴奋 甚至车速慢了下来 他跳下去向路人求救 杰克得救了 一名女警察经过耐心的询问 得到乔伊被囚禁的地址 救出乔伊 乔伊和杰克获救的事情成了大新闻 所有媒体都想采访他们 这天乔伊在家里接受采访 主持人直指乔伊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将杰克留在自己身边 让杰克无法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长久和世界脱轨 别人的质疑 父母的离婚 亲人的小心翼翼 这一切都让乔伊喘不过气 原来自己把心困在那个房间里了 他选择自杀来让自己解脱 幸好杰克及时发现 乔伊获救了 杰克和外祖母等人的相处下 慢慢地融入了这个世界 他想念在医院的母亲 他或许不理解母亲出了什么事 但是他知道母亲需要自己的帮助 他剪掉一直给自己力量的长发 将它送给母亲 希望给母亲力量 这天 杰克带着乔伊再次回到房间 他看着熟悉的屋子 知道自己不用再回来这里 他就如当初每天和他们到早安一般 和他们一一告别 并让乔伊也和房间告别 杰克一语惊醒梦中人 乔伊轻声说出再见 终于走出心里的房间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逃离了这个房间 却逃不出心里的房间 还好 还有彼此可以慰藉